这名16岁伊朗女孩子前距撑遭到的警察殴打至昏迷 现在伊朗国营媒体称她已进入闹死状态 10月1日星期日的监视器画面显示 格拉凡德与一群朋友进入了黑蓝的地铁车厢 其中一些女孩没有佩戴头巾 几分钟后 其他乘客把格拉凡德从村内抬出 目前没有影片画面显示车厢内发生了什么 但人权组织含家屋表示 格拉凡德遭受到的警察严重的肢体攻击 伊朗政府的官方媒体表示 格拉凡德是因为低血压才昏倒的 然而 根据国际特殊组织 伊朗政府所公开该事件的监视器录影被剪辑过 至少了超过3分钟的画面 伊朗国营媒体也发布了她父母的影片 他们表示格拉凡德没有遭受攻击 从而加强了政府说法的可信度 人们担心这段影片是在胁迫之下被拍摄的 10月2日星期一 一名女记者在试图造访医院并报道此案时被捕 韩家屋表示 格拉凡德的母亲在10月4日医院附近被暴力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时间距离阿米尼的离世警一年多 当时阿米尼被指控违反了强制性投金法 而遭到的警察逮捕 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追尊我们 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